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早上的新闻速递,我是淳子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的主要要闻 巴西政治危机仍然是属于没有化解 巴西总统罗塞夫就认为他是政变的受害者 他就表示国会企图对他弹劾是政变的过程 与巴西回归民主后的轨迹是脱节 又用到法西斯主义来形容反对派 巴西政局在联合政府内的巴西民主运动党 六名阁员请辞之后是变得更加不明朗 令罗塞夫被弹劾的机会是大大增加 分析家就认为巴西513名国会议员当中 342人是赞成 罗塞夫的弹劾案将会成立 一旦罗塞夫取得了171票的支持 议案将会被否决 但不包括不出席以及弃权 巴西民主运动党就未退出联合政府之前 罗塞夫仍有机会是避过弹劾 但目前情况是难以估计 外界就形容这场是巴西在1985年 结束军人管制之后最严峻的政治危机 联合国罕有的是发出了警报 就忧虑巴西政治危机可能为国际社会 是带来一定的冲击 法国总统奥朗德日前就宣布 将会搁置早前提出涉及恐怖分子国籍的修宪草案 奥朗德就表示他与国民议会以及参议院长商讨之后 认为两院未能就草案措辞是取得共识 加上对于撤销恐怖分子法国公民资格的问题 也未能达成妥协 宣布放弃修宪计划 奥朗德又表示对于反对派议员的修宪仪式 持敌对态度感到遗憾 强调会继续履行责任 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障国民的安全 巴黎去年11月发生了连环恐袭案 奥朗德就随即宣布一系列的反恐措施 并且是提出了针对恐怖分子寻求修改宪法 拥有双重国籍的法国公民 如果是因为恐怖主义罪而被判刑 当局将会剥夺他们的法国国籍 并且是驱逐出境 但建议就惹来争议 反对人士就批评建议 只是针对拥有双重国籍的公民 而只有法国国籍的公民则不受限 变相的将公民是分成了两个等级 违反宪法中的平等原则 国家主席习近平就结束了捷克的访问 是转往美国时出席核安全峰会 美国白宫就透露 奥巴马与习近平可能谈及北韩 网络安全以及人权问题 在习近平底部之前 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就表示 北韩如果是继续追求核子以及导弹的研发 那么即使中国反对也有必要 萨德导弹防御系统 而另外美国副国防部长沃克在习近平抵达前就表明 美国不会承认中国在南海划定防空识别区域 美国提出这项关注是由于有消息报道指出 菲律宾向国际仲裁法庭就南海主权问题式提出诉讼 即将有宣布 美国就关注中国在仲裁宣布之前 北京会预先的提出在南海划定防空识别区 类似2013年时在东海的做法 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参选人特朗普就有关 堕胎妇女应该受罚的言论是引起了各界的批评 特朗普在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 假如美国是禁止堕胎 堕胎的妇女应该受到某种形式的惩罚 虽然他没有说明应该如何进行处罚 但已经是受到各方的抨击 就包括支持和反对堕胎的团体 他们均认为妇女是堕胎的受害者不应该受罚 共和党内对手克鲁兹就表示 特朗普在堕胎问题上没有经过深思熟虑 民主党的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就形容 特朗普的言论是十分可怕 特朗普其后就两度发出声明改口 先说堕胎问题应该是由各州进行处理 其后又表示只是负责堕胎手术的医生才应该受罚 虽然至自1973年以来 堕胎在美国是已经合法 但在各州军事非常具有争议的问题 再来回到香港方面的消息 全湾水泥香藏尸案 警方是再次拘捕了两名26岁的男女 案件现实共有三男两女被捕 早前被捕的一名24岁的男一犯被压血网证进行搜证之后 林晨是被带往全湾警署扣留做进一步的调查 警方目前仍然在追击涉案的人事 而另外探员林晨继续在现场进行搜证 并捡走了死者的部分残居 案件在星期二下午被揭发 警方在辉瑶街6号一个商住单位追查了一名28岁失踪男子时 在一个水泥香内是发现失踪者的遗体 警方先后是在多处地点拘捕了三男两女 年龄是介乎于16岁至26岁之间 他们就涉嫌串谋谋杀 目前被扣留是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关注完了要文再关注一下经济板块的消息 首先来看一下港股今早的开盘情况 格外美股市继续的向上 横指今早市高开8点 报在20811点 国际指数高开21点是报在9001点 蓝筹股市个别发展 公建中三行就消了派息比例 公行低开0.69% 报在4.35元 建行低开0.59% 是报在5.02元 而中行则高开一仙是报在3.26元 汇丰证券就上调了目标价至4.2元 友邦昨日贡献横指点数最多 今日仍然是高开0.9% 报在44.3元 汇控跑输低开1.1% 报在48.5元 万达集团拟私有化 万达商业邀约价步低于美股48元 万达商业今早大幅高开20.6% 是报在46.8元 事前的成交达到2652万元 万达商业在2014年12月上市 当时的交股价就为48元 评级机构目的早前将中国的主权评级前景调低至负面 财政部就响应指投资者仍然对中国市场是抱有信心 财政部金融司负责人就表示 目的的行动只是在当前异常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下 对中国经济金融运行中的问题表示一定的担忧 但这些问题并不构成下调评级展望的充分理由 相关负责人就表示 中国企业负债率约为60% 将2009年只是提升了5个百分点 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70%相比 仍然是处于合理的水平 负债人又指出市场反应来看 目的下调了评级展望之后 境内的股票、债券市场、人民币汇率的走势 并未受到影响 境外主权债券收益率、离岸人民币汇率 也没有因此而出现异常的波动 说明投资者还是保持了较强的信心 以及良好的预期 国家主席习近平就结束在捷克的三日国事访问 习近平和捷克总统泽曼依就一致的同意 将终结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双方就签署了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以及电子商务、科技、旅游、文化等领域的 30份合作文件 将会为捷克市带来40亿美元的投资 捷克总统府就表示 中方将会在未来 也就是2016至2020年再投资58亿美元 习近平三日访问期间 当地就发生了多次的游行示威活动 警方就要处理支持 以及反对习近平的到访示威者 早前布拉格教区的大主教在欢迎晚宴上 向习近平是提出了中国要尊重人权的问题 上海迪士尼乐园将会于6月中式进行开幕 如何带动乐园附近的城镇发展成为市场的焦点 连锁青年旅社借上海迪士尼乐园在6月中开幕 去年就进驻了距离迪士尼约10公里的新长古镇 在镇上是开设了旅社 负责人就期望乐园开幕之后 旅社的出租率可以达到百分之百 而若未来有需要会考虑扩建 又指若营运成本没有大幅的上升 不打算在乐园开幕之后是调高价格 在古镇上开业四年的酒吧 也是受惠于迪士尼的开幕 酒吧的负责人就预期 古镇的人流或增加六成至八成 可将带动营业额升约两成 他又表示在迪士尼开幕之后 会减价百分之六至百分之八 来吸引更多的顾客 他也提到目前正在与朋友筹备开设 另外一间新的青年旅社 相信迪士尼开幕 可以为这一盘的新生意识打下强心针 希望旅社最快于今年内 是进行正式的开张 安刚日前就公布 截至去年地址全年亏损 是达到45.93亿元人民币 该公司去年同期是录得盈利9.28亿元 每股亏损为0.635元 不派息 期内收入为527.59亿元 按年是下跌28.75% 该公司就表示 由于刚才市场的价格下滑 而矿石煤炭等原材料的价格降低幅度 相对的较低 外部市场因素也是吞噬了公司盈利的空间 尽管公司内部以超常规的措施 持续的加大降本增效的工作力度 但也不足以弥补钢架 升幅的下跌带来的效益损失 而导致了公司是陷入了亏损的局面 关注完了所有的要闻 再来关注一下香港的天气情况 目前香港的气温 大约维持在20摄氏度左右 大致多云 好了 感谢您收看早上的新闻速递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